很感謝你今天花時間跟我們碰面 其實我好幾年前就有見過你一次 應該是有一次Ruby on Rails在台灣的一個Conference 然後有一個類似Fireside Chat的東西 在之前Telex 台北的總部 在Linda Lucas來的那一次 然後還有Marx就是Ruby的方面 對對對 然後那一次我記得我受到蠻大的感動的 我是文科畢業的 雖然說我之前學的是經濟 然後所以也是會用到一些比如說Regression Analysis 方面的東西 可是我一直沒有把我跟一個寫程式的人或事情連結在一起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時候你給了一個演講 Ruby on Rails and programming languages 對對然後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是 在後來陸續就是接觸到一些你的事情 然後你說就是寫程式其實就是像寫詩一樣 對然後這件事情一直讓我有一個很大的 我想喔原來其實雖然說我一路在台灣是念一類族 或許這件事情並沒有我想像中的跟我那麼的遙遠 對那因為我之前其實人身上漫長的職業都在金融業 然後後來因為很多的人生的追尋 然後開始進入到創業 我就也想要說那我應該也要多學一學這些城市設計相關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我去了這些conference 去了他們的workshop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對你們就是一直印象非常的深刻 尤其是這件事情 所以很感謝你 然後這一次因為之前加拿大的那個加速器見到 然後也很感謝就是你就是這麼的非常沒有價值的 然後願意過時間跟我後面 對當然啊 非常感謝 隨時都很願意 對那我覺得今天主要其實也只是想要跟您來聊一聊 然後過去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還有我的團隊 還有就是在台灣其實蠻多很幸運 就支持我們的不管是社群或是朋友們 我們在努力做的一些事情 那想要聽聽你們的一些意見 那就是也給我們一些指導和方向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個就是小小的一個presentation 這其實是我們2018年年底的時候做的一個總結 它其實不是一個什麼很官方的一個document 比較是給我們的支持者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在2018年 有點像是一個支持者的一個報告 對對對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有哪些新的展望 這樣子 那我們很快的go through一下 這個是英語的書法這樣 對 跟我們這個上面的書法一樣 對 因為Anchor Taiwan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想說要怎麼樣是透過創新創意 可以連接世界和台灣 所以我們很大的一個重點是 在國際上面要去promote台灣 所以我想說那既然是在國際上要promote台灣 我就想說怎麼樣注入一些東方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樣子的blog 對 對 那所以就像剛才說的 我們的一個很大的一個mission就是 Bring the world to Taiwa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島上有很好的人才 那創新創業也是一個 在我們很缺乏天然資源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要升級要轉型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那我從2014年開始在西谷那邊有一個base 所以我就覺得說在那邊耕耘了一些時間 也遇到了很多很優秀的創業家和創投 我就常常在那邊有時候 不管是去別人的活動或自己辦聚會的時候 有時候一些覺得很棒的話題跟議題 我就覺得像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說台灣的年輕人有機會可以接觸的話 那有多好 對 那近幾年我自己算是在台灣圖勝圖長到大學跟研究所才出國念書 可是近幾年感覺出國念書的台灣學生越來越少 然後 應該說到傳統那些國家 對 可能比較到比如說中國啊 或者是澳洲啊 或者是澳洲啊 歐洲的一些比較少人區的國家 現在也反而變得比較popular 對 然後所以就是感覺在美國或者加拿大 對 就傳統上每家 對 那個佔比只有在這裏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可能 一剛開始其實是一個蠻天真的想法 我就想說 欸 感覺出來的留學生越來越少 然後雖然說台灣不管是政府民間 也是陸續都會送 比如說科技團啊 到西谷參訪啊 對 那我就想說 欸有沒有什麼可能可以反向去操作 如果說我可以吸引這些優秀的創業家到台灣來的話 我其實一剛開始想的是 欸 就我身邊那一些 比如說我們辦Salon 很棒的這些話題 我就把這些人弄到台灣來 然後讓他們也可以認識台灣 讓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就可以跟台灣的青年們 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或許 對 對 我想說欸可能可以有一些不錯的火花吧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然後再加上台灣其實 因為開始有這個起源之後 那當然就有很多後續的 欸台灣有很多的隱形冠軍 其實是很多這些新創 很好的一個 算是一個playground 因為你說你要發展 不管是AI 還是什麼 你其實是需要常遇 所以你要供應鏈嘛 對 你要空間跟supply chain 那這兩個台灣都有 對 所以後來就開始了這件事情 那我在2017年的6月 帶進了第一批的創業家 那所以這底下這些都是我們參訪過 或者是說我們合作的一些夥伴們 非常多這個老朋友們 對 其實這是小小的一個list 我們其實已經有非常非常多很感恩支持我們的朋友 那我們主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跨境在不只是其實一剛開始是矽谷跟台灣 但是現在其實歐洲也有很多國家都已經有團員也透過我們到台灣這邊來認識這個美麗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是在科技和創意的這一塊去促成更多人才各方面的交流和商業方面的一個合作 然後我們希望說是不是有辦法可以用一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去介紹台灣 就是可能傳統的觀光也沒有不好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用一種我們新的這種千禧世代的人會想要的方式 我其實有時候以我自己當成是一個prototype 我今天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我可能想要跟當地有意思的年輕人交流 我可能想要去看當地的很酷的年輕人會去看的地方 不見得是就是當然可能touristy的地方我可能也去看一下 可是我就想說我們有沒有辦法用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去介紹台灣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宗旨 然後再來就是說因為整個科技圈新創圈 其實我覺得我們用這個利基點來吸引大家來的話 我們必須要這個生態體系要更完整更好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也就跳下來扮演很多 這邊有圈一塊我們就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希望說大家可以一起把這件事情一起做得更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跟這麼多的合作夥伴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從今年開始我們也開始做早期的跨境投資 就是我們因為我之前的背景其實是金融 那我就其實一剛開始的前兩年我也就是一直在觀察說 我們可能先把一些Foundation build好 然後一些透過我們到台灣來落地的團隊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未來有機會可以參與它爆發性的成長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開始的新的事 這是本地的資金國外的團隊 對其實國外團隊到台灣 但是它必須是要跟台灣的團隊或者是合作夥伴 就是必須要跟台灣有雙彎的連結 那當然Ideally透過Ampry Taiwan到台灣來落地 可是這不是一個 prerequisite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年積極在佈局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好 對已經是我們現在在開始做的事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的團員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做了六期 然後團員其實可能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國家了 其實除了矽谷那邊過來以外 當然美國其他地方 LA啊然後Alenta New York其實都已經有 那在歐洲的話 德國、法國、西班牙、捷克、白俄羅斯 然後俄國、巴西 其實都已經有我們過去的團員到台灣這邊來 就是透過我們這樣子 然後我們每一次其實我們就是非常精選 大概五到十個喔 就是這樣子的創業家跟團員 他們到台灣來就是紮紮實實的待一個月 就是不是那種就是走馬看花一下 所以是觀光簽證 對他們要觀光簽證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呢 它其實有一點點像是一種創新創業觀光的概念 就是我們可能與就是 Incero去看比如說是月潭 我們可能是去看工廠 我們可能是去看台灣的supply chain 然後讓他們可以去真的了解台灣這裡的科技社群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其實辦了非常多線下的活動 因為一方面我們要在台灣這邊 尤其是英文相關的tech方面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機會 讓這些外國朋友可以integrate 進我們台灣的這樣子的community 所以每次針對那一群進來的那一群的人 的興趣和需求 還有很多 因為他們是徵選進來的 非常多自己都有非常很棒的一些know how 可以跟當地的年輕人分享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也透過很多這些活動 讓他們可以跟台灣的年輕人分享 系給我那邊過來 這個徵選就是curation 就是你自己親手做這樣子 對 所以每一期會有一個類似主題 對 然後如果它很棒 但是不符合這期的主題 比如說再等一下 對 我們就 對 我們其實是情願收少一點的人 可是我們很重視 進來的人 他的就是quality 對 因為我覺得說 我希望它是一個正面的訊號 我希望再進來的是好的人 然後在台灣 不管是新創圈 還有這整個年輕的 新創意的這樣子的社群 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 對 而且我要給他們最好的體驗的話 我要去敲這些CEO CIO CTO們的門 如果說我不能帶進 有趣的人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可能可以做得長遠 所以我非常重視 怎麼樣可以去create這個Win-Win 那所以我一定要把關把得非常的嚴格 可是你們在白俄羅斯或捷克 不可能有點嗎 沒有 所以你要怎麼vet那些視訊嗎 對 對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 至今每一個人都是 他們先經過書面申請 一個就是我in-person的interview 不然的話每一個都是經過 目前還是每一個都是我親自會interview他們 就是video conferencing這樣子 了解 對 然後 其實我們除了在台灣 在矽谷 然後也會辦一些線下的活動 那這些是一些 就是我們之前 不管是Y-Combinator 500 Startups 畢業的成員 然後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傳統的加速器 所以他今天即使目前沒有一個公司 他如果說是在一個 譬如說很優秀的科技公司裡面認職 他對新創有興趣 對亞洲市場有興趣 對亞洲市場有興趣 那他願意到台灣來看一看的話 我們也會就是接受他們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說 他對於台灣的人才 對於我們cohort裡面其他的創業家 其實也是有機會可以提供資源 跟就是一些 不管是在西谷或歐洲的人 就是一個cohort拼圖的概念 對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之前 就是曾經來過的 對 那我們30天裡面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有幾個主軸 第一個是跟企業之間的連結 像這個是到光寶啊到宏達店 那很多時候 但是我們不是每一期都去一樣的地方 因為就回歸到剛才 就是我們其實是要非常 我其實很著重就是那一期裡面的人的專長 跟他們能夠帶給這些企業家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對應 對 像我們去HTC 是因為那期有特別對ARVR有這方面策略的團圓 所以這是跟企業連結方面的 那當然不用說台灣的硬體工業連 所以我們去了蠻多的工廠 對然後台灣有非常多的隱形冠軍 沒錯 對所以我們就是也是很 這方面其實我們就是一直也陸續的希望可以更援更多 就是經濟智慧機械這邊 對對其實像甚至像比如說我們去高雄的釋放螺絲 對台灣其實算是一個小小的島 我們的螺絲產值 人就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其實對有很多這些不管是傳統產業 然後他們面臨很多可能轉型跟升級的挑戰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一起來嘗試找對的方式 這是我們努力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我們帶團員跟政府相關部會去勾引 然後到不同的新創企業 就是讓他們跟就是high-level的就是executive 有機會可以去對談 然後community engagement 是我們非常非常重視的一部分 對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是一個community driven 的organization 就是people first 然後非常grassroots level的一個團隊 所以就是在這30天裡面 會帶他認識盡很多的社群 對 那但是是這群原有的活動還是因為這群人來 沒有 對其實應該說有兩種 我們很多呢其實是我們會去curie這樣子的活動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我們上一期有一個Uber的工程主管 那我們想說難得有Uber總部過來的人 那他因為他當時也是帶Uber的團隊 帶他們的工程團隊可能進中國市場 進東南亞市場 我們想說那要怎麼樣是可以讓他可以跟台灣的這個社群 傳遞一下他的能好 所以那時候他進來我們就幫他Q了一個活動 我去找台灣這邊Airbnb的Gina 我們就做了一個panel 他們先各自分享Uber和Airbnb 他們在進新市場的時候 在工程在策略公共政策方面 對的一些可能挑戰 還有他們各自的一些know how 跟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困難 然後之後我們就是有一個panel 有一個Q&A 然後讓更多的人可以就是給engage他們 我們辦非常多這一類的就是從智慧城市 下禮拜我們有一場Urban Tech 講智慧城市未來運輸相關的 Blockchain相關的我們已經辦了非常多 在台灣這邊一剛開始是因為有團員有興趣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一天到晚去這些社群都沒有女生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在台灣 Women in blockchain的社群 對然後所以每一次其實我們的主軸 會針對我們的團員的背景 那當然在背後引背的是通常我們會希望是針對 台灣有優勢的產業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活動是這方面的 那很多時候我們這一場一場一場活動 其實都會盡量的去跟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像比如說像這個 AppWorks紫妞 像比如說三創 像就是各式各樣的 就是我們就是因為希望30天裡面 他們可以很全面性的去看到大家 看到這個全貌這樣子 對然後像這個是那時候Stanford 我一個朋友他是教Design Your Life 他就很喜歡我們做的事 他說我可以來幫你做一個Session 那我那時候就也把這個機會 就想說那我或許台灣其他年輕人 也可以Benefit到 所以除了我們的團員 我們也邀請台灣Grossing Check的社群 大家一起來這樣子 對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很特別的就是 這是我的私心 我就覺得說他們來台灣 我希望他們除了產業的東西以外 他們可以看到台灣很棒的人跟文化 所以在三四天裡面我們都盡可能的讓他們可以 比如說同樣是要一個Fireside Check 我們可能盡量的去選一個我們覺得很酷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我自己會覺得 哇這地方我去了覺得好酷 我也希望可以把這樣的地方介紹給他們 所以在台灣的文化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都希望可以贏進去 然後這是我們2018年Production的Highlight 就是我們這些線下的活動呢 就是有我們在矽谷辦了關於台灣人才和新創的活動爆滿 因為就是我們也是去很努力的去Promote 讓大家知道說在那邊做新創可以用台灣的人才 對那台灣這邊就像剛才說的各式各樣的 這是我們就是一些去年的活動的那個Banner的接引 對然後開始收到一些就是小小的就是Media的注目 那我們很多時候其實很努力在做的事情是 就是在世界各地去讓更多的人知道有台灣這個option 所以不管是在Stanford 在Seattle 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我們就去講台灣有哪些優勢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來到這邊來看一看這樣子 這個是就是去年的一些就是演講的東西 那很快的就是可能 summarize一下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願景就是說 在 Entrepreneurial Residency 的這一塊呢 我們怎麼樣透過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月的一個行程 讓更多的人可以很全面性的 而且是看到台灣可能不只是好吃好玩的部分 是實際上對他的business 對他的職業 對他的人生 可能可以有一些relevancy跟啟發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台灣有很多這方面的東西 然後我們怎麼樣是把這個文化的自信 我們自己也進一步的去提升 對 然後 我們外交部的標語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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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希望可以更精進的 對 然後今年其實除了一個月的 我們在五月 Computex Innolex 的時候 開始了第一個會是十天的 Intensive Book Camp 因為我們之前發現一個月是我蠻堅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跟我說你那個太長了 就是一定做不起來 沒有人有辦法可以去那麼久等等之類 但是我們也是現在馬上要進入七期 然後但是我們也看到的確有不同的市場需求 所以五月我們會開始有十天的短期 但是更 Intensive 的 Book Camp 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我們想要持續擔任一個平台 然後去 Identify 更多想要一起做這件事情的人 然後把這些最棒的東西 等於說我們的平台是以時間為概念 讓這些很棒的夥伴們 在三十天裡面可以就是發光發亮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比較中長期的目標 就是說我怎麼樣可以結合這件事情 跟我之前金融的專業 然後可能透過這樣子一個投資的方式 也一方面更提升台灣的內建度 然後可能在這其中也找到一個比較Sustainable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所以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算是我們很相信的Value吧 對 我們真的很相信就是這種跨文化 跨境 跨國 跨領域的交流跟學習 那我們很相信就是透過實際上去做 然後而且我們很相信說 我們就是 Empower 這些有夢想 然後願意做事的人 不管他來自哪裡 然後大家一起來合作做這件事情 對 很快的這個就是我們幾個大的部分 然後這就是我們其實之前實際上的活動的招品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啦 對 就是大致上 很棒 對啊 感覺講得太久 不會啊 很棒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說你這個招募規模的意思就是說 像 Book Camp 這些 它等於是另外一個產品軌了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你切換到它 而是說你本來的規模維持 對 但這邊還要再加 對 沒錯 那你們staff 多少人呢 我們現在超級無敵的Ling 其實我們完全 Full-time full-time 目前有兩個人 對 但是我們 我們有Part-time 還有就是 Interns 和 Volunteers 但是我覺得我們營運的方式比較特別 就是說我們之所以有辦法 在這麼小的一個team的情況之下 這麼Ling的情況之下 完全沒有動用 可能比如說國家政府相關budget的情況之下 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30天裡面 我們真的是就是 極盡的發揮就是這個平台的 嗯嗯 就Netway Making 對 所以像比如說我們每一個活動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 每一個活動都像是我的一個 Individual Project 所以每一個活動我就會有一個 In a way almost like an extended team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合作夥伴 因為有很多其實我們都 越來越有合作的默契 所以很多時候比如說一場活動 可能我這邊是出腦力 出可能就是我去Q-ray講者 Q-ray這個marketing material 可是我的 extended team 就是我的合作夥伴端 他可能可以幫我出當天活動的人力 他可能可以幫我把場地 揪水的東西 就全部都handle掉 所以我們透過很多 跟異業合作 跟就是其他不同合作夥伴 合作的方式去找雙贏的機會 然後用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情 那當然我也希望在今年可以的話 就是說是這樣說 就是我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也的確希望是可以identify 到就是對的人才 一起把這件事情再做得更大 對啊因為聽起來 因為我在那個VC 就是我自己starting 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就不客套了 我就直接直接進來 就是說 我現在聽到就是說 就是這個 幾乎完全靠你的這個 製作評論 你一旦碰到一個 你稍微人脈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基本上那個題目 你也不可能靠你的 Extended Team來製作 對 因為我聽起來你的團隊 還是你親自視訊在VET 也不是你的Extended Network 在幫你VET 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要判斷那個人是不是好人 當然也許你透過視訊有一些方法 但是它的題目到底是不是好題目 如果是在你的就是Extended Network 熟悉的你自己 你都聽不懂 對 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到底要怎麼scale這些 沒錯 完全同意 那這也是為什麼 今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說 就是這個 Anchor Venture Partner 它雖然是另外一款 但它其實是跟這個東西是相符相成的 因為這個Venture Partners的概念 就是我要去identify 一群人 這群人呢 他就是有對Cross Border Entrepreneurship的東西 有興趣 有相關的經驗跟know-how 那他可能也對早期投資 有一些資源 所以我希望說 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成是一個Network 現在其實已經跟蠻多 之前香港金融圈的 矽谷那邊 矽谷台灣幫這類的朋友們 在講這件事情 那其實老實說 台灣早期投資 或者是說團隊進來 同樣的一筆早期資金 在台灣可能 可以比在矽谷燒 就蠻多的 那當然喔 五倍喔 對,真的就是一定這個五倍 對,所以這也是 為什麼我開始想說 我要怎麼樣是可以帶進更多 實際上的資源 去補足我自己的補足 然後也可以更全面一點 所以我希望說未來透過這一個網絡 因為之後這兩件事情 會是變成是同時與時並緊的 對,所以之後再譬如說 我們決定要不要讓一個團隊 就是進到我們program的時候 也會就是可能同時也在決定 我們要不要投資它的時候 希望這個Venture Partners Network 完整一點之後呢 這方面我們可以有更強大的能量 因為他們一定有他做滴滴的人嘛 對 所以他們那些人剛剛會specialize 他們關心的 對 他不像說一個去做impact investment的 那他不可能是氣象有去發展不高全包 他如果是做secular economy 那他一定會有專門做secular economy的人 說不定像唇齒玻璃啊 等等這些 最會的 那也許他是他可以去seek out 對 那這個聽起來完全就不會是你的強項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defer到你的Venture Partners 去Vent 但他Venture好之後 你還是會來可以create這個行程 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分工我聽起來是比較有道理的 因為這樣子聽起來 我們 我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說 會覺得你這個message好的人 其實他不需要你宣傳嘛 他已經在幫你宣傳了 對 所以你現在的這個Ritual 感覺上是說 他還不知道這一套對他有用的 就是說這一套他 doesn't know that they need it 對 對 的這些人 那這些真的有可能需要 你剛剛講的這些Venture Partners 對 對 所以我也希望說可以引進更多 不管是在海外的還是在台灣的 然後尤其是就是在business端 可以去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完整 對 這2019年希望可以做到 OK 這非常好 然後還有一個想要問的就是說 所謂非傳統這裡 它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對 OK好 因為呢 比如說講到台灣早期資金的這件事情 可能稍微有在創業圈裡面打滾的都會知道說 台灣就是大概一天到晚就在報告說很缺早期的資金 當然有很多什麼會什麼會 對 但是實際上創業家們還是很難拿到第一桶金 對 因為其實台灣就是靠personal connection 對 你在那些什麼會什麼會裡就很容易 在外面就很困難 對 好 那今天如果說是不是什麼會什麼會 對 那怎麼辦呢 對 那其實因為台灣我覺得早期資金很缺 這當然很多寄生蛋蛋生機的問題 對 台灣其實不缺錢 台灣錢其實很多 對 可是台灣的錢的背後的老闆 他們賺錢的模式跟現在這種新型態的科技公司的模式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要去convence這些大老闆們 把錢投到早期的這些科技公司上面 不是不可能 我漸漸的有看到一些轉機 那我也希望會越來越好 但是我覺得這是需要時間去可能調整跟磨合 跟學習跟大家一起成長的 那我就會想說 如果說 那可是老實說其實早期資金 我們並不需要什麼幾十億幾百億的大老闆 沒有啊 其實一個老實說就是我香港金融圈裡面混得不錯的朋友們 可能隨隨便便都可以 Individual angel 對 好幾個Android就是Android都有辦法可以投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可能比較系統化的去做 讓他們知道說 欸有這樣的一個網絡 我們有平台 我們可以就是有相關一個比較完整的機制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所謂的非傳統的資金呢 我覺得我在想我在構思這個Venture Partners的時候 我想的 因為我開始跟一些前輩們 在請教 覺得說欸這個事情要怎麼樣做 是可以真的是做得好 而且適合台灣的現況 其實有些人他可能會跟我推薦一些 比如說蠻資深的LPs啊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可是我的想法其實 欸或許他不是我一剛開始最適合去approach的人 對 你要先build一個你自己的這個 有點像是小規模但是是highly trustworthy 也是一個cohort 對對對 所以我想的這些投資端呢 其實反而比較是欸可能是比如說三四十歲 但是欸他可能是高所得 或者是他在矽谷那邊或在哪裡已經出場了 所以他現在有一些資源可以去做early stage的anjoy investing 或者他炒幣成功了 對 對沒錯 對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Venture Partners的組成 會是不會是那種很傳統的創投大佬們 就是這樣子的這樣子的背景 他們也沒有不好 我覺得我也希望說之後可以一起合作 但是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不會是從那個方向去著手 那所謂的非傳統的投資標定呢 就是說因為Anchor Taiwan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連結世界跟台灣 我們看到的一個獨特的一個機會就是說呢 因為今天台灣有非常好的科技相關的人才 但是在於比如說創業題目上面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要做一個 Consumer facing the product 那台灣的如果說比如說純粹台灣的一個學生 我們沒有在美國加拿大生活的經驗 其實你很難去真的是做一個relevant的產品 你的使用者體驗是有限的嗎 沒錯沒錯 但是我們在Anchor Taiwan 我們看到了一個機會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說有辦法可以引進這些外國的創業家 那他如果來這邊跟台灣的團隊合作 那這樣子可能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就是機會出來 因為這些 所以說這真的是一個跨國合作 我覺得可能是最理想的一個情況 等一下我先確認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說在台灣有想法 但是它的使用者標的它的TA 比較能掌握到國際性的需求 但是現在你剛剛講的意思說 那所以他們就乾脆不要去做國際性的創業 事實上整整的那一國的創業家 去deliver這個vision 然後它變成一個好像夥伴 進入它的供應鏈 或進入它的支持圈 因為它的生態系 有這樣一個角色嗎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種做法 對 其中的一種做法 就是說其實譬如說 那你剛剛檢報的時候放在講的大概都是這個 其實這個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做法 那我會希望看到的是說 可能就是eventually 他們就是台灣的團隊 可能經過這樣子的就是團隊合作之後 也可以漸漸的有不同的譬如說視野 或者說他們的一些想法跟創業相關的一些題目 但是我看到的蠻大的一個機會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是有很深厚的台灣這邊的就是科技禮運的團隊 然後跟外國進來的這些創業家們 如果說一起合作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就是創業出來的一些成果 或許會比就是一個譬如說純本土的 或是純海外的團隊 會有一些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就是可能比較特殊的一個hybrid 的一個team的一個形式 但是其實即使現在在台灣的新創圈裡面 我其實也已經看到很多算是比較成功的一些團隊們 其實裡面有很多 它其實也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DNA在 可能很多founders他可能是 譬如說在海外受過教育 或者是外國人 然後到台灣來 其實就是亞洲連接細谷中間的一個點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並不是發明一個新的東西 我已經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我知道它其實有很大的成功的一個機會 可是我們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manufacture更多這樣的成功 那這個是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早期的助力 然後透過anchor 然後也讓更多的這些外國的創業家這樣進來的話 或許有一些機會可以滾出一些什麼東西 好所以這裡講的投資標例 就不限於目前來residency的這些團隊 不限不限不限 它也包含台灣 但是有ambition想要去做其他的market的這些朋友們 好不像說我解決的是一個全球性的缺水問題 缺鐵問題 水資源垃圾問題 隨便這些東西 那當然這個在台灣雖然有一些這種問題 全球有更多朋友碰到更多這種問題 那在你的意思說 它很難taylor made到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接受 因為它可能之前沒有出過國 或者它沒有這一些pitch的文化 或者是說它很會pitch 但是因為太會像就是某些傳統的方式pitch 以至於反而喪失了 像國外pitch的能力 這個也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就是說你的意思是說 那你不是硬去像這邊的一些加速器 好像要導正它 而說你found the right partner 對 而且就是著重你的強項 就是把你的強項放大 當然我們弱地方 不是比你去練英文 我們弱地方我們盡量還是慢慢的變好了 對 可是我覺得說 就像你剛才說的 這種說故事呢 pitch的東西 就是我們再怎麼練 嗯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像一個negade speaker那樣子 Exactly 對 那可是我們練的過程當中 我們同時可以先就是把我們的強項凸顯出來 然後把這部分去放大 嗯哼嗯哼 OK 這非常好 好 所以這個有解釋了投資標的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回到你的就是剛剛是做法嘛 然後這個是類似像是價值一樣的 嗯 對 那所以當然我剛剛聽起來啦 就是說一跟二都是有非常的扣合嘛 嗯 對 那這邊就是open and abundant 具體來講你有什麼想法嗎 就open的意思當然我聽起來是說不排斥跟你不一樣的人合作 嗯 那我不知道你對這兩個形容詞還有什麼 更多的想法 我覺得open 可能應該是這麼說 我覺得很幸運因為生長在台灣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可能自己身在福中 然後不見得真的有appreciate到這方面價值的人 那我希望說就是這個東西可以也持續下去 當然我希望是可以在high quality的情況之下 去有這個openness 對 那我覺得這個open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是可以 可能be more inclusive 嗯 這其實是一件老實說我覺得很難的事情 嗯 因為我們人就是會有我們天生的偏見跟喜好 對 那可是尤其是as a leader as a community builder 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樣是可以第一放下個人的 第二你要有足夠的文化的涵揚 去瞭解 比如說你一個情況的時候 嗯 可能就是對方其實不見得是對你有什麼樣子 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那個文化的涵揚 才有辦法去tually be inclusive 就是diversity as a strength 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open的當然就是民主自由這方面 那當然你不用說 人權這個 對 這個言論自由這個當然 對 不過一方面其實這也是一生在台灣的一個 算是我們的privilege 對 對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open在這邊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這個inclusiveness 很容易的這個 inclusion跟diversity方面的東西 對 然後像這個abundant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很多時候一些比較負面的人類行為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你有一個insecurity 好像一個zero sum 對 它多一點的話它想小一點 對 那我一直很想要去努力而且嘗試的很多的東西就是說 今天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是我們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大做好 together 然後不是說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不是說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對我蠻相信這件事情是duable的 對所以我就覺得說那我們去找同樣也相信這件事情的人 不管是我們的合作夥伴還是實際上召進來的人 然後一起來就是他們的創業題目方面跟我們怎麼run這件事情 還有我們團隊的核心價值跟精神方面 盡量的就是來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你扣合這個價值的方式就是在你的curation的過程裡面 尤其是你在挑 cohort的時候 盡量去挑這些它是more a giver than a taker 或者是說它是more synergy making than zero sum thinking 對 那等到一整個 cohort裡面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人 那裡面就算有一些這個give and take啊等等 它也會被影響到有點改邪規正這樣子 對對對 那在如果你一個cohort裡面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 那當然就沒辦法 對沒錯 我們每一個cohort一剛開始的時候都會有program orientation 我們的program orientation會go through我們的code of conduct 對那我們很重視的一點就像你剛才說的be a giver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很重視的部分 他們每個人進來我都會跟他們說你在矽谷再怎麼成功 那是你在矽谷的事情 今天你到台灣來你是進入一個新的community 新的一個地方 你就是一個外來者 那as an outsider 你要怎麼樣是可以integrate進這個community 其實我很重視教育我們的團員這個部分 他不管再怎麼成功我都是這樣跟他們講 所以為什麼 我常常也是跟他們講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安排活動 讓你as a speaker to share your know-how 因為這個是give的一種形式 沒錯啊 分享你的知識跟經驗 對對對 所以你到一個新的地方 you're still new 但是you have this know-how that you can share with people that will benefit the local communities 所以這是我們非常重視的一個價值 嗯 對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你們的活動 本身突顯這個價值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了 對 那但是你剛剛說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with the access and resources 就是說那表示他活動來的人 或是說你找他去找 你剛剛講的這些可能是總經理啊 或者等等這些level的朋友們 你也是用同樣一個message去approach 就是說他可以創造雙贏 他不是只是好像來這個佔用你的實質 他事實上 見他是對雙方都 或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是有好處的 對 其實是這個概念 對 這樣子就比較有一個theory of change 稍微比較感覺的到 那所以我問題是問完了 所以我想我們目前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多的synergy 因為像剛才你就是看到我們在第一頁的這些朋友們 哦就是logo上面那些 對對對 其實非常非常多都是我們目前在那個social innovation 對 就是社會創新的計畫裡面的合作夥伴 對 那像我們在每年會辦一個叫做 Asia Pacific的就是亞太社企的高峰會 嗯 那去年五月在台中 台中 對 那今年當然是在高雄 嗯 那其實後面我們就會有辦 好比像說整個Asia Pacific 到底哪些創新 它真的是對公共利益有幫助 對 是create an abundant world 嗯 不管它是在經濟上的一個新的點子 對 或者是環境上面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它在社會上面讓大家的solidarity 就是會diversity 讓它更增加 對 那我們也會頒獎 會有一個APC吧 就是Asia Pacific social innovation 的一個partnership award OK 那所以我們搬的東西 其實不是一家公司或一個團隊 嗯 它必須要是一個partnership 喔 欸好酷喔 對我們搬的是一段夥伴關係 好酷喔 OK 對 那是說一個人是不能得獎的 對 它必須要講得出說為什麼我們平常看起來沒有synergy的人 透過像Anky Taiwan 結成一段夥伴關係 那這段夥伴關係 對於不管是永續的經濟 永續的環境 或者永續的社會 到底有什麼impact 我記得去年是五月嗎 對 今年也是五月嗎 今年也是五月 是母親節的時候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它承辦的單位就是KPMG永續 就是安好永續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一些synergy 就是說不管是promotion上面 或是你們之前有一些有趣的案例 你真的覺得說可以來偷偷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的一個stage 對 因為其實我們最近台灣的一些大的創業活動 像GEC或者是像之前的MIT Taipei 或者是Innovax等等 現在大家都已經可以看到說永續已經變成一個像我們以前的AIoT 去年就會變成Creating Social Impact with AIoT 對 就是好像impact放前面 對 然後或者是說以前是那個tech嘛 那現在都是tech for good 對 那所以這個我想是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台灣是一個good force regionally 那為什麼因為我們過著比較好的生活 我們有privilege 我們有這個 這個責任嘛 這是說真的 所以當 不管是impact和台北 他們是目前今年的那個在 就是高雄的那個 就是我們叫Tomorrow Asia的策展單位 那寫Hammer基金會是就是主辦嘛 那但是impact hub是共同主辦 那包含logo啊什麼都是他們來設計的 了解 對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reorientation 就是說 我們會不要像以前那樣子去獎勵heroism 以前在台灣做創新創業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造神 我自己有許多第一手的經驗 對 但我一直覺得說那個是非常不work 因為你造神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 鼓勵大家去一個人curate 會一個人做全部的東西 對 那但是就像您剛剛也說的 到某一個程度上面 partnership is more than anything 對 那如果還不願意有好的partnership的話 那往往又會陷入那個 zero-something thinking 對 那這樣其實不是我們樂意看到的創業環境 所以我們才會說 那我們今年就專門來獎勵partnership OK 對 所以也許之後 FCPI相關的東西我就copy你 然後看你有沒有什麼團隊有興趣的 我們跟impact hub 其實去年有嘗試想要做一個impact residency OK 就是因為我們反正就是每一次一起的一個entrepreneurism 對 那因為其實sustainability方面的東西 一直都是我有興趣的一題 是是是 因為我之前其實接觸蠻多比較impact investing 上的東西 對 那一次後來呢沒有讓程 但是這個一直是我心頭一直覺得 我們想要再來嘗試看看 所以就是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而且因為台灣有非常好的利基點做這方面的事情 對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的很多隱形冠軍 他們本來就已經create high impact 嗯 他只是沒有那個習慣到處嚷嚷 對 說我造成了多好的公共利益 對 但他們其實做的很多是非常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其實 因為以前大家聽到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好像都是要重新創意的 對 但是現在我們就講說其實在impact上面 很多它是現有的 甚至已經二三十年的 那它只是讓大家知道它的impact 對 而不是說好像你一定全部都要青年創意 這個其實doesn't work 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您剛剛也說嘛 就是說我們是要各種不同stayholder聚起來 對 才有東西可以做 對 對 那所以我們今年可能就是會用 不管FCPA或者是就是啟動亞洲 或者等等這些方式去做一個盤點 那去讓台灣所有正在做任何時期上去發展目標的朋友們 去declare說我正在做什麼 所以它不是開一個新的initiative 專門去解決水資源 或者解決什麼 它就是回去檢視一下 那我有在做就report 了解 對 那會像很多大學現在有大學社會責任嘛 對 那以前他們的KPI也都是自己寫 那我們今年開始也是說 嘿但你寫的時候 你就declare一下 你扣合到哪些用去發展目標 那還好比像說新公司上市上櫃的公司 他們也會要做CSR的報告 對 但現在以前CSR的報告好像說我非做不可做嘛 那現在大家發現說 欸不是這個strategia 因為這是一個不但向股東 而且可以向我的員工去交代 對 讓員工在工作的時候知道說 我們對社會創造了哪些正向的事情 對 也對大眾交代 對 對 同樣的我們也會去敦請他們 當然不能強制了 敦請他們 去用SDG去做做索引 所以我們大概會就是5月的時候會 也許會有個固定 就是我們以後就可以用SDG好像當一個目錄一樣 去看到台灣有哪些硬碟正在發生 然後你可以繞著它 好像這個拼圖目前就缺一塊 然後去做到一個partnership 那這樣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Global Goals 它本來按照定義 就是每個人參與角都不嫌多的 對 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reorientation 所以我不知道你馬上就要變成這個SDG宗教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真的跟你強調派的是真的有synergy 對 就是比較不要那麼heroism 然後比較多partnership 對 對 這一個方面的東西 的確是我們會有興趣想要更多著墨的 其實我自己經歷了一段時間就是 有一段時間我自己那我再講硬碟 尤其是我在剛接觸到 硬碟尤其那個時候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很想要把我所有金融相關的identity 全部拿掉 而且是經過金融海嘯之後 我就覺得我一生奉公守法 然後很認真的工作 然後可是好像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我是罪人 對 造成太多壞的外部性 好像說資本一定是壞的 對 對 我就覺得很冤耶 我那時候去環遊世界的時候 我都不敢跟人家講說我以前是幹嘛 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我就讀到 Empact Investing 相關 然後我跟他們想到 好像 資本也可以做好事 對 好像有些希望 然後所以 那個之後我就大量的去接觸這方面的東西 我開始去基金會幫忙 去這種 impact related 的 accelerator 去幫忙他們 就是也是幫他們做 accelerator 相關的 我們現在也要組一個 National Advisory Corps 去加入那個 Ronal Cohen 他們的那個 就是GSG 對 它是Community 台灣應該年底就會有一個 team 哇 OK OK Awesome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必須說 我有告訴了一段時間 就是我發現 因為那個時候包含我在矽谷那邊 身邊滿多SOLCAP的人 然後我自己也去SOLCAP幫忙 然後等等之類 身邊很多Impile Investors 可是後來我漸漸的比較不 一直把impact這個字 掛在嘴邊 其實我的公司 在美國的公司 名字裡面是有 是叫做 paratal impact partners 對 可是反而我們在 實際上推行很多project的時候 我覺得說 今天我後來 因為可能也開始有 越來越多的人 或是企業 可能是用impact來 當成是一個marketing的 而且我總覺得 impact這個字 有一點heroism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 好像 Ego Ego的浪大的感覺 對 對 我造成衝擊 因為這個字是衝擊的意思 對 然後所以當然這件事情 還是很close to my heart 那只是我也一直在思考說 要怎麼樣是 可以去把這件事情 真的是做好 對 那所以回歸到就是說 跟譬如說 SDG比較相關的一些東西 因為像我們現在的cohort呢 他人就比較不是一個很exclusive說 比如說這個cohort 就是做怎麼樣相關的事情 對 但是最近開始有一些 interesting的討論 因為可能漸漸的有一些 社會上更有資源 然後也有遠見跟想法的人 開始看到我們 然後想說要來做一些合作 那最近其實也有遇到 比如說做跟infrastructure相關的 那跟譬如說像我們下禮拜 馬上要有做urban tech 做smart mobility相關的 這其實很多都是我覺得台灣年輕人 或許可以去做更多思考跟發想的東西 只是說我覺得 因為台灣年輕人想到創業的時候 可能大部分還是想到的比較多是 比如文創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 Apps Chatbots等等之類 它沒有不好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做多方的嘗試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或許有一些talent 可以把他們的時間跟精力 和資源放在一些更大的project上面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說 一剛開始要怎麼樣 給他們那樣子的一個啟發 給他context 對 然後當然啟發完之後 也是希望可以給他們相關的資源 所以這方面 我們其實有在談說 可能 一的是一個bookcamp 或者是一個residency 會是針對這方面的新創 或者人才去做curate 那當然就會跟台灣這邊 有興趣的單位 一起來就是合作 因為我後面就是必須 要有資源才能夠帶進 對 真正最棒的人 OK 好啊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point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 是所謂地方創生元年 那地方創生元年裡面 其實也是partnership 但是它的partnership 我們知道是說 它是在天江 原鄉 這些人口優勢比較大的地方 大家參觀學院社 一起坐下來 去談出一個common vision 那從這個common vision 然後再去deliver各種proposal 那就不會像說以前 就是產業界網經濟部啊 這個學界網教育部啊 然後這個 你剛說文創文化部啊 對 去分別申請 對 因為如果分別申請 會有一個問題說 台灣學院社 你其中一個sector 拿到經費了 你也去run project 那其他人覺得說 好那這是你的啊 為什麼我要跟 就是好像總有一個 山頭山頭的那種感覺 對 那在現在國發會想法就是說 那我們就先把山頭延伸山脈 你有一個共同願景 你來提的時候 我是針對這個願景 對 給案子 我不是說好像是哪一個人的 給案子 那同樣就是去降低herosum 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地方創生 大概可能三四月會有一個 類似像法表會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青年諮詢委員 就是之前在地方創生 剛開始launch的時候 由我們陳主委來安排 去跟我們國土處就是管地方創生的 對 朋友有一個很很詳細的一個對話 那所以因為這些青年朋友 很多就是像你說的 他不是滿足於做一個app 也不是滿足於做一個文創商品 對 他是覺得說他一定要解決他 當地的某一個社會問題 對 或甚至scale到整個亞洲 或全世界有類似社會問題的人 對 他才感覺到稍微安心一點 對 就是ambition比較大的 對 的這個change makers 對那所以他們就會 一直去質問國發會說 那你這個東西跟我們這些ambition 怎麼接上 然後到底到底好不好用等等 對 那這個我們有逐字記錄 所以我會提供給你 好 那因為我們青字委裡面 也有像rich from impact 其實就是我們青字嘛 對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之後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大家想到地方創生 跟以前的像社群營造啊等等 最大的差別就是他有一個entrepreneurship 而且是take for good 對 這個force把它導入 對 然後把本來地方覺得說 好像我這個系統多一塊錢 他就少一塊錢 那這個東西變成雙贏的東西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未來啦 當然因為你這裡面 你剛剛說體驗台灣有趣的風土人情的部分 對 那個感覺上好像還是一個你說你的私心嘛 那我的意思說在地方創生的情況下 對 其實這個是有商機的 對 這個也可以是你的program的一部分 對 這部分我覺得 如果有什麼其他更多的想法的話 我會蠻希望可以再更多explore的 對 目前其實地方創生的這一塊 其實那個圈子裡面我有蠻多的朋友 對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 就是要找這些好玩 對 有意思的東西 當然從社造的人開始問嘛 對 對 然後所以我們實際上也是跟醫師單位都合作過 對 然後因為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已經有人在做的事情 對 我不用再自己超下去做 然後自作聰明 我就是去找那個裡面做的覺得最棒的人 然後我們把他網路進來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day one 我們就是這樣子去跟不同的合作 那所以像我們目前甚至 比如說我們帶這些創業家們去那個鳳梨田 那可是鳳梨田看起來 你看起來好像只是去鳳梨田這件事情 但是你在你知道鳳梨田裡面其實是可以 講說看到台灣有點太誇張 但是我最近在夏威夷的East Miss West的conference演講的時候 我用七張照片介紹台灣 By the way其中一張照片是你 是 因為反正我講到台灣社會 就是這個Digital Minister 這個Progressiveness 各方面這些東西 但是我第一張開場的照片就是一顆鳳梨 對 台灣是全世界鳳梨種類最多的地方 對 而且台灣的鳳梨很厲害 我們不是只有吃而已 我們的皮可以去做回收 我們的鳳梨酵素 除了清潔以外 還可以跟以色列的生技公司 做燒燙商的藥等等等等各式各樣的事情 對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一次帶大家去鳳梨田 第一個這種商圖體驗 讓大家high翻了就不用說了 因為這些創意家們到之前問他說 所以鳳梨長在哪裡 有人說長在樹上 有人說長在地底下 然後你知道這些細谷來的 很多他們其實不知道鳳梨長在哪裡 對 然後實際上去了之後 我們到當地的一個很local的理事長 就是國台語夾雜的理事長 可是因為他對鳳梨的熱情就是到了一種感染力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去港灣論壇 完了之後去這個鳳梨田 然後這個理事長講完之後 全場起立幫他鼓掌 然後我們的團員跟我說 這個理事長講這個鳳梨的事情 比港灣論壇每一個任何一個講者都來得精彩 所以我覺得說怎麼樣透過可能更多這類的東西 嗯 我還在思考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因為這是inspiration嘛 他沒有進入供應鏈嘛 對 要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實際上是可以 就是除了只是去然後inspire到了之後 然後實際上可以做怎麼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會有願景會議 會有願景statement 然後會有這些 當然把它翻成英文 現在有machine translation 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我覺得主要的還是就是你剛剛講的 他怎麼樣形成有用的提案 對 然後讓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像紐西蘭他會發一個叫做 就是那個visa 對 impact 對 impact visa 那就是說你來也不用錢 也不用什麼東西 你就是有個idea 對 說我要幫助紐西蘭的原住民族 把他的河流變成一個公司的董事 你就懷抱這個概念 跟你的法學的 expertise 我就認你是一個entrepreneur 但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entrepreneur 而是像他們去爬阿爾卑斯山 還是那個埃佛羅斯風的那個登山家 那麼厲害的entrepreneur 然後這個國家就給你錢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其實台灣的可貴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social center的朋友 他自己就可以出到這個程度的錢 你只要demonstrate那種程度的impact 對 其實他們都比國家還要有公信力 也還比國家還要有錢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我們可以多想一下 就是說之後你這個inspiration story裡面 如果他剛好在地方創生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那個SDG的listing裡面 他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地方產業 地方品牌跟地方人才的發展計劃的話 那也許你也不一定說硬要make connection 但是你就是把這一部分讓大家知道 說by the way they're looking for these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soft touch 但是我覺得就會比說好像只是熱情感染 還要多一點點 對 目前我們做的我覺得還是不夠 但是我們稍微有在做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如果去了有這樣的體驗的話 我們就是會有比如說相關的文字攝影記錄 我們可以幫忙就是稍微promote一下這方面的事情 那對 我覺得未來或許如果說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大 然後更完整一點的話 嗯 應該會蠻固的 就是我還在思考這個事情除了大家去那邊 覺得很酷 對 而之後 然後可以可以這樣 可以有什麼別的ecosystem building的play 對 那為什麼我們一起想 我們就保持聯絡 好啊 謝謝 非常感謝你 謝謝 感謝感謝